我是魔物虫 很高兴于跟大家拍个视频 让我们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 今天早上啊 一大早继续带着 继续带着我们的学员出来实操 这几天连续都是 连续都是高强度的一个实操 等一下我们去看一下啊 好看一下这台游泳机啊 很脏的 刚刚已经设计完成了 他这台的话看一下很脏的 他这个是双风轮的 这个面板直接往外掰开就行了 掰开之后就可以看到这个风轮了 这一款不需要抬下来直接拆啊 拆过滤碗拆这个风轮就行了 很好 很好喜这一款 很好拆就是沾了一点很好拆 看一下了 面板已经拆了 现在是拆里面的这个过滤碗 过滤碗拆了就拆功能 好我们看一下 现在是把这个重的油垢 厚的油垢铲铲掉 铲掉之后再拼药水 拼了之后 就可以刷了然后抹掉就行了很很简单很快啊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药水 喷上去之后你看一下 他就在低油的看到没有 啊拼上去就在低油的 等一下用刷子刷一下 刷一下就就抹不抹掉 你看这个刚刚拼上去了还是白色的 这个拼上去两分钟之后啊就在低油了就是黄色的 然后我们这边在搞这个热水器 看一下洗干净了啊 我们这个女学员很细心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风轮 这个风轮里面啊 看到没有很干净啊 有些地方是生锈的啊 这没办法 要不要用呢 表面的话表面的话也洗干净了 他这些地方都是锈啊都是锈 留紧就可以了 或者放它是要平着放好看一下啊 已经洗干净了 等一下给他装上面板然后试机就可以了 我们的热水机我们的热水器排屋了吗 还没排啊 这个美半看一下这个热水器的表面 我们看一下有多脏 看一下 捅一下捅一下他有点堵住了 他的洞没那么小的 没堵啊 好看一下这个油印记啊 好我们试一下机 已经装好了 左右定机刷定机啊 照明 看一下里面啊 都很干净了 好我们试机正常 然后就可以了